不问我直接安排男技师 而且我让男技师走 男技师还不愿意走 然后一直在那里 就是跟我说 女技师做女歌课不好 怎么怎么样 镜头前穿白色衣服的年轻女子 就是今天事件的当事人宁女士 宁女士前段时间 在某喜遇中心做SPA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让她现在想起来 都感到有些无法理解的要求 宁女士的平常的工作 会比较的辛苦 因此她经常会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去做一座SPA奖励奖励自己 那天是她第一次来到这家喜遇中心做SPA 进店的时候 宁女士在众多的SPA项目中 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私密的项目 价值369元 在选完了之后 就被工作人员带去包厢 等待技师前来服务 没一会儿技师就来了 这个水月会做SPA 他们来了个男技师 然后我和经理说是不要男技师的 当时宁女士还以为是对方走错了房间 于是拒绝了她的服务 因为SPA她是要脱掉上衣 然后那个包括推一些就是腿啊 还有那个就是肚子啊那些就很尴尬 因为按照一般来说 这种的私密的项目 可能会触及身体的腿部 肚子等比较隐私或者敏感的部位 大多数的店都会安排女技师 前来给女客户服务 在宁女士过往消费过的 其他的喜遇中心 也都是这么安排的 可是没成想那名走进来的男技师 却并没有因此而退出房间 反而是更往前走了一步 离宁女士更近 同时给出了一番 令宁女士非常诧异的说辞 宁女士回忆到时 那名男技师非常自信且肯定地说道 在这家店都是安排男技师给女客户服务的 而且基本上像这种的SPA项目都是由她来负责的 对于男技师的这一套话术 宁女士显然并不相信也不接受 她没有办法接受一个男技师在自己的身上摸来摸去 于是找来了店员 要求她一定要给自己安排一位女技师 僵持了许久 这家喜遇中心终于还是给宁女士安排了一位女技师做SPA 但是在做完SPA之后的这几天里 宁女士每一次一想到这件事情 心里都觉得堵得慌 她觉得这家店和这个男技师一定是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于是宁女士找来了记者 陪同她一起前往这家喜遇中心 去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弄个清楚 对于宁女士的说法 这家喜遇中心的负责人表示宁女士所反映的并不是真实的情况 在这家喜遇中心确实存在非常多的女顾客 特别要求男技师来为自己服务的这一件事情 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女顾客都是由那位男技师来服务的 并且自己的店里也没有这样的要求和规定 喜遇中心的负责人紧接着说到当天宁女士最终还是由女技师为她服务的 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自己说的才是真实的情况 至于男技师那边 为什么会谎称所有的女客户都是由她来负责的 该负责人表示 这仅仅只是男技师的个人的销售套路而已 为了提升自己的个人业绩才这么说的 与店里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正说着当天试图强行服务您女士的那名男技师沈先生 从旁边走了过来 你们逗留的时间过久 他也一直都是在提这个问题 可能我刚过来又不熟悉 有一些地方可能解释不够清晰 但是对于宁女士说的 当时男技师声称女顾客只能由她来服务这件事 沈先生坚决否认 他说一定是宁女士记错了 自己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可对此宁女士却坚称 沈先生的确说了这种话 并且补充到当时 他还说了女技师只服务男顾客 由女技师来给女顾客服务 是很不专业的行为 我没讲过这个 我哪里有讲过 女技师服务男顾客 我没讲过这个 女技师只服务男顾客 而且是女技师爱女顾客的话 没有不专业 对啊 我们家都是女技师的 这句话你不承认 你不承认你说过 这我没说过 双方对于事发当时的情况 各执依此 目前也没办法通过现有的条件 来判断到底谁对谁错 考虑到这件事情 不仅给宁女士带来了误会 还引起了困扰 男技师沈先生 还是现场主动地向宁女士鞠躬 并且道歉了 这个事件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不仅给宁女士鞠躬